牢迷食物制造机 这是我在利坚住的房子 这是我家的免疫猫 没错 我们是一个有啊 且令人羡慕的多猫家庭 随时随地就可以撸猫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了 但是幸福可能只是暂时的 这是我家猫一天拉的爸爸 这是我家猫一天要吃的食物 这是我家猫生小猫的速度 没错 两个月之后我家会有五十只猫 很显然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猫演下去的话 我们这个给猫做食物的锅 它都已经追不下去了 我感觉我们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猫咪演出户了 大家都知道吃饭的嘴多了 不光是我们的食物 光是制作食物 这个步骤都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现在真的不行 所以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一鸣 今天我打算来制作一个猫咪食物制造机 你们想想 如果我每天只需要简单的按一个按钮 就能给我们的小猫咪源源不断的制造出 成本又低 又富含银眼的食物出来 那么做我们猫奴来说 应该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吧 可是我看了一下网上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卖 所以 我才有了这个钱法 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不用再担心 我的室友会发什么牢骚了 每天吃的比人还多 干嘛这么大一锅 香味 猪鱼 小猫咪食物制造机 过了我们汉汉淋淋淋的大战之后 我们的这款猫咪食物制造机 已经只剩一个外壳 就全部完工了 现在我只要是给大家写一下我的写法 你们看到它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首先呢 我们只需要给我们这台机器通上电 然后它就会先后自动运行每一个模块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每天把我们选给猫咪食的食物 丢进这个锅子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锅现在已经开始煮了 而等我们这个锅煮完之后 它就会把食物倒进第二个眼睛 同时为了我们猫咪食物制造的成本 我就想到混入一半的猫脸 当我们的食物搅拌好之后 从这个角落机这里抬出来 抬到这里 再从这里挤压出来 这样子我们的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马到成功 红红火火万事顺利 现在我们就用我们的机器来给它们做一份猫饭吧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七胸肉放到锅里面 把你的头盖骨掀起来 放到我们的锅里面去 让它煮熟 再把头盖骨盖下来 也是盖不盖的 我们所谓的 通上电我们的机器就开始运作了 现在已经开始煮了 这整个过程大概有30分钟 现在我们就那先等待一下吧 等待我们的食物 从这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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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怎么玩家好恶心啊 找到不用这个设计了 耶 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机器还是蛮成功的 这就是要出来的食物 不过这个机器在拉的时候 我们这个机器其实还有很多改良的地方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每次做完食物之后 还要给它擦干净 好脏啊 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改进的 不过还挺成功的 以后有了这个机器之后 就再也不用担心 给那些小猫做食物那个痛苦过程了 所以是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我跟你们说 我演的这些猫 伸展的速度只有一块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等它们生小猫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些小猫全部 送给有关注我的粉丝 没错 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只要它们一直生 然后我就一直送 OK 观众好朋友们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 别人转发关注我们 再见